跟剛剛的那個畫戲的一個感覺 有一點點類似 那但是說到很類似也不盡然的相同 那我常常非常的喜歡去欣賞一些年輕的陶藝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年輕的那些藝術家 他們對於創新的這個區塊的一個努力 因為雖然我們中華花藝 我們很注重我們傳統的文化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有一些新的藝術新的陶藝的作品 那可以激發我們花藝工作者 也可以怎麼樣去跟他們的畫器相結合在一起 然後能夠把他們的作品也能夠很善用它 那也給這些年輕人有很好的這個市場跟潛能 因為他們的作品受到肯定之後 那他們也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要不要一成不變的去固定使用一些花期 那給這些年輕人 他們也有一些新的空間 新的靈感 否則的話我們如果一直在用舊花器 他們會覺得一直在做重複的東西 而且他們的東西做出來新的東西又沒有人欣賞 很可惜 所以我們在這一期的過程中 就運用比較多的這個新型的花器 比較有現代感的花器 好 那接下來我還是用竹根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用海芙蓉來做這個主要的這個架構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海芙蓉它已經被列為保育類的植物了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節目都說 好喜歡我在節目中運用的這個海芙蓉 那問我要去哪裡買 那事實上這個花材它本身現在已經被列為保育類的植物 讓我們是過去有很多的因緣保留下來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這樣的竹根 每一年我們都會翻土翻新 把竹子做一些更新 因為竹子能夠經過翻土之後 它才能夠長出更好的筍子 那所以每一次都有這種新的竹根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運用 其實還有一件我很值得去分享的 就是說其實有中南 有一個南部的一個太太 她常常看我的佛心花海節目 然後她就是在種竹子的 然後整理竹子 然後她整理出來的竹子就是這個竹根 她還把它洗得好乾淨 然後想辦法問到我的電話 我的地址還寄來給我用 所以我覺得她現在都覺得 對她很深的一個感恩 可是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她是誰 那各位阿拉菩薩可以看到 我在把這個竹根架上去的時候 我可以很平的一種架構的方式 那它就會形成一種平坦的美 那我也可以把它稍微有做一點點造型的應用變化 就把它架高 譬如說我試試看我把它架起來 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會發覺呢 這個竹根呢 我試試看在雙一個角度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把它掰開 讓它剛好卡住在那個瓶口上面 譬如說我現在呢 各位阿拉菩薩可以看到 我就利用兩個竹根之間 就是把這個瓶口給卡住了 然後它又是立起來的一個插法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我們今天要用的這個花菜 因為我們知道呢 我們常常講說呢 春天就是賞花的季節 所以我們說春有百花 那秋天呢 就是賞 夏天就是賞葉子的季節 那秋天呢 就是賞果實的一個季節 那所以呢 各位阿拉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慢慢的進入 由夏入秋了 然後呢 我們就有很多果實類的花菜 好 我們剛剛用了這個 一些些的米厚藤 好 那我還有一隻 就是這樣的一個米厚藤 我們也把它試一下 用用看 好 然後我們讓它呢 跟這個竹根之間呢 彼此之間做一個架構 好 那我們把這個米厚藤架起來 我想不要給它太 這邊有一點斷掉 我們把它 這樣子把它有一點點架 架高起來 好 那除了米厚藤之外呢 各位阿拉菩薩可以看到 我手上呢 還有另外一個花材 好 這個 我們稱它為 山龜萊 那山龜萊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花材呢 因為它在春天的時候呢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四季 很有變化的花材 像山龜萊呢 在春天的時候它會發新綠的葉子 好 然後呢 葉子上面 就是紅綠相見的 然後到了夏天呢 就會葉子長得滿滿的 然後開始長出小果實 那秋天就會長出這樣綠色的果實 然後到了冬天呢 它整個果實就由黃色變成橘色 甚至變成紅色 非常的美 好 那我再把這個山龜萊呢 再把它架構上去 好 那我們試試看這個 山龜萊的這個角度 好 我讓山龜萊有點下垂的感覺 好 那山龜萊架構上去之後 我就發覺我的這個米猴藤呢 我可以減少一點點 好 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季節來表現 表現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果實 重疊在一起去表現季節的一種美感 好 比如說我很想刻意的去表現 秋天季節的這種美 好 那我就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果實 好 雖然有時候用起來會覺得 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習慣呢 但是它也是一種藝術創作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在這個 這個後段呢 我給它加一點點的鐵絲 好 我讓這個山龜萊呢 它不會太硬 好 比如說我可以加一點點這樣子 好 綠色的鐵絲 好 我把它繞起來 那我一邊在繞這個山龜萊的時候 我就發覺這個山龜萊 其實它還有一些很硬的硬刺 還沒有全部退掉 因為山龜萊這個花材呢 它是有很多刺的花材 就是它的這個枝幹上面呢 它會長得滿滿的刺 尤其是春天的時候 我就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說 山龜萊呢 的一生就像我們人的一生一樣 因為春天的時候就像我們年輕的生命 年輕的歲月 它是這麼的多次的 就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個性比較直率 然後比較衝撞 然後講話比較直接 然後到了夏天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覺它的刺一直在退了 那雖然還有保留一些刺 但是呢它的刺一直在減少中 好 我現在把山龜萊稍微折一下下 然後我們會發覺山龜萊到了秋天呢 它的刺就開始幾乎很少了 就像我現在在摺它呢 我就發覺摺了整隻的山龜萊 只有一段有刺而已 但是到了冬天果實成熟了 變成紅色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覺呢 山龜萊的刺就全部都凋落了 就像我們人的一生一樣 那各位艾娃菩薩可以看到 我現在應用山龜萊 做一點點線條的迂迴跟變動 好 那我把剛剛剪下來的這個米厚藤呢 再做一些下段的果實 讓這件作品中呢 有比較多的這個果實的這個部分 好 這樣子 好 那應用完了這個 兩種的這個果實之後呢 我來加一點綠色的植物 好 那各位艾娃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的這個是杜鵝 好 那杜鵝呢 是我最容易取得的花材 因為我住的房子的四周 全部都是滿滿的杜鵝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去善用它 因為呢 第一個 我常常感覺杜鵝的這個葉子 就是小小的 然後很可愛 但是它又是非常的有精神的 所以每次插小茶花的時候 或者應用做下段的時候呢 我就特別喜歡選用杜鵝 好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我們身邊有什麼樣的花材呢 我們就很善用它 不用很刻意的去找什麼樣的 一定要什麼樣的花材才可以 那我們可以感覺到 這邊用的都是乾材 然後這邊用的是絲材 雖然算歸來還不能算很乾的乾材 但是它已經也是開始是裹絲了 那我上了貼絲之後 就可以開始去調整它的感覺 好 那我今天來看看一下 因為我有一朵這樣的 這樣的黃色的香水百合 好 各位阿阿婆上可以看一下 我有一朵這樣的黃色的香水百合 那我就用它來做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花 因為跟剛剛前面的那一件作品一樣 我就是選用的色彩度上 就是屬於比較 簡單的黃綠色為主色系的一種 色彩的感覺 好 好 我用黃色的這個百合 把這個三桂來稍微調一下 讓它不要跟百合的空間打在一起 因為我們其實講要插花 要說怎麼樣插花會插得美 其實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就是花跟花之間的空間 要彼此有空間 那花彼此之間是不雜亂的 好 我們用了這樣子兩朵黃色的百合 做它的竹花 好 那我再下段呢 我再加一個 火焰百合 好 火焰百合 好 讓它有一點顏色的感覺 好 在這邊 我們再試試看 這一隻的火焰百合 然後我們可以從一些很特殊的角度 讓它彎出來 譬如說 試試看 它的這個平口呢 好 現在有一點太高了 我把這個火焰百合再壓低一點點 因為 好 再把這個地方呢 再加一隻的火焰百合進去 好 我們試了一下 好像 因為整個空間的感覺 我們用一朵就好了 因為 如果說用了兩隻的火焰百合 會顯得這個空間的地方呢 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擁擠 那我們剛剛有講了說 其實花要擦得好 它最基本的一個原理呢 就是 花跟花之間要留下 一些很美的空間 好 那我在後段呢 拉一點點金 也是一樣 以黃綠色為主色系的這個花材 做它的後段的深度的表現 好 讓作品呢 它有一個後景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欣賞一下 同樣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花器 就是 一個現代的一個創作陶 那我們用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現代的一個手畫 來跟這個創作陶做搭配 當然這種創作陶 我們可以用它來擦古典的花形 好 那 但是呢 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花材的取得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用有一點點造型的花形呢 去跟一個這樣的一個創作陶做搭配 好 那也覺得特別的 特別的有趣 而且特別的有挑戰力 那念此香華 遍滿十方 供養三寶 富華龍天 復勳眾生 共祿活至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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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陽佛陀智慧廣 厚持生命大道場 滋潤心靈生命力 成就菩提清净心 各位菩萨 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 什么叫一心念佛 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 不当跳起吧 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 佛的心 慈悲心 保护所有的生命 智慧的心 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 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 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阿弥陀佛